泰国巴蒂亚最出名的杜拉拉水上市场 走 闹一口 这里其实就是以前的一个水上市场 有很多卖吃的 这个叫炸鸭下巴 泰国的小菠萝跟手雷一样 这么看这个市场是不是很棒 配合着西洋 这里原来叫四方市场 后来那个杜拉拉圣殖记在这拍摄电影以后 这就改成杜拉拉市场了 泰国本地人是不要票的 但是中国人来了要买门票进来 这种椰子叫做海底椰 是它这边的特产 在海底长得很好喝 这种烤排骨特别好吃 生波远扬 看他们这边的饭店 餐厅都是在船上 它这这个木瓜沙拉特别的出名 我点了一个咸淡的 来这边一定要尝尝 它要了一个香茅烤鱼 盘腿坐下了 比较矮的这个位置 来了啊 炭烤大黄鱼 凉拌木瓜丝 这是调料 不辣的辣的 配菜捲鱼吃 一杯椰子水 大概人民币是44块钱 来第一口给你 鱼肉特别嫩 酸酸辣辣的 非常非常过瘾 菜都蛮好吃 其实出国晚上 我一般很少算菜价 就喜欢吃什么 直接点就行了 按当地的钱去花 我每次换算成人民币 是因为有粉丝总问我 人民币多少钱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人民币了 多棒 周边都是来来往往的人和船 鲜嫩的鱼肉 沾上这个辣酱 太棒了 这边做鱼不会腌制 但是主要的就是这个香茅草 你看就这个草 非常非常提味 大自然的东西 味道钓得很棒 能看到泰国独有的这块 也不知道是什么技术 画得挺漂亮 整体转下来 我觉得那三年影响还是挺大的 好多店都关门了 好多的种类现在也见不到了 也没有原来那么热闹了 你找不到我耳朵